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AN談賽馬的時間 很快回顧一下昨晚賽事提供的心水 高出賽馬一隻先利其餘跑第三1.6倍 NATCHAN馬膽也是先利其餘 這隻馬我會看多一場 因為我覺得這場步速偏慢 莫雷拉跳出來之後 其實可以自行領防 他堅強捉住給那隻開心母友買來 結果擠一段 不夠人衝 第二 其實整條直路比開心母友 少許壓著來跑 沒什麼觸碰 但是很貼地壓著來跑 那可以做一點折扣 那兩個折扣就是 虧了擠一段不夠他們擠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直路是被開心母友壓著來跑 可能這隻馬不舒服 那當然了 這兩個是一個可以解釋的原因 但是你都 如果反過來看 你可以覺得這隻馬 鬥心是差一點 因為如果你看上季尾兩場 跑第二 都是最後輸 輸不太遠 這場又是短兵雙接又是輸 所以反過來看 你可能覺得這隻馬 其實鬥心不太好 但是下次我會再給這隻馬 機會做膽的未必 看他回復的賠率之後 值不值得 那 有可取的原因 因為他沒有那麼熱 那 希望熱身會好些 還有 有沒有什麼 給一個更加 好的機會證明這隻馬 我希望下次看到 但是 今場當然我有些失望 對於莫雷拉不自行領方 如果這些馬 好像精采齊同這樣 潘頓 他一蹲出來 見沒有馬放自己大 但是先利其餘 莫雷拉不夠膽地做 這件事我對莫雷拉有些失望 但是對這馬也有些失望 最後鬥下去不鬥 雖然是 萬步速他不太離開 因為他不是有一個很清晰的跑線 不夠他勁銷沙衝得那麼順 開心沒有壓住 但是 下次再看這隻 8場 彭彭聲 10倍 這場沒有解釋 這場 不夠班 唯有說 唯有說不夠班 我是不是體力問題 是不是跟美女聲揮 總之這隻馬 不會再做膽 因為升了班 這場是貼了欄 可能是放得急了少少 但是這些馬 都是頂多配腳 這些馬 都是 盡力智成 很簡單地說 相信大部分人都看了我的影片 看了我的影片 但是 現在我們看看盡力智成 我其實對於他沒有盡力智 全行走三點 我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他超班馬 他走三位 我反而覺得OK 走三位 沒有問題 但到了直路 大家一定要看到直路個騎法 一定要看到直路 在直路 其實這裡還玩邊 你看這裡 看到他轉一轉邊 玩邊 還挺有時間 手推下去 輕輕一推 整條直路 兩下推進 這下推得了少少少 跟著這個馬 很小 立刻縮下 曲尺手縮下 一兩下是騎進 這兩下是手是直一點 接著這隻馬去得這麼厲害 立刻縮回 你看他很簡單 你看他跟賀冥年這隻 奇珍是嗎? 賀冥年那隻是什麼? 情趣,不好意思 你看看他跟情趣 賀冥年的手部動作 現在我們可以集中看看 賀冥年這隻 拍在一起看大家看那隻手 你看看肉緊程度這兩個騎士 再看直鏡 再看直鏡 直鏡 進去 賀冥年 打邊 其實沒有打到 玩了下邊 現在打到去 我真的不懂得看馬 我沒有騎過馬 好老實說 但是你看看他打下去 是不是有打到那隻馬 你看看 虛邊 其實打虛邊 打得這麼明顯 這些更清楚 沒有隻馬在後面做背景 這幾下虛邊更加清楚 有沒有打到那隻馬 我真的不覺得他會打到那隻馬 然後最後 他說那隻馬有 立刻縮一縮 再看一次直到這裡 最後一下 推 推 這兩下推到有 立刻縮一縮 我不知道是 什麼原因 昨天莫黎拉 全面殺馬 他贏了第二場起勝區 過榜的時候 神情都是很嚴肅 眼神靈靈 平時他笑騎騎的 莫黎拉 昨天第一場人員起勝區 都很嚴肅 第二場 他贏了起勝區 很嚴肅 全程殺馬 不知道是否莫黎拉 給了指示 柏堅士同鄉 不能夠過我這隻熊桃巨星 但另一方面 我就想 柏堅士有沒有 偉達知不知情 大熱門 這樣騎 不是吧 偉達會否有份 不知道 這些我純粹是自己個人的想法 對於我將來量度馬 都是沒用的 因為我其實都不會想這些 我量度馬 不想這些陰謀論 但我嘗試說出我的觀點 因為如果你想這些 你不用量度馬 量度三個三個 就量不完 但我純粹 推出一些觀點給大家聽 莫黎拉和那件事 那件事見著熊桃巨星 就不去 不推下去 第二就是 偉達知不知情 以我覺得 柏堅士沒有理由這麼大膽 善啊偉達啊 那莫黎拉偉達 柏堅士有沒有一些 大家共識 還是偉達被善 真是不知 但是這隻馬 完全是直路的騎法 可以釘爬起一點 我很期待競賽小組 有問話 有問話 但問話的重點 不在於問錯重點 說真的 其實整段都是說 如果大家有心理看 都是說 為什麼你不吸進去 為什麼你不吸進去 好像不是這樣吸進去 最後一句 這個是小組告解 柏堅士 只要情況去可 他必須確保 盡全力 避免不必要地 多走腳程 對於他直路的騎法 一句都沒有說 競賽小組 大家心裡想 競賽小組 隨便問話 交差 還是他們真的 留意不到直路的走法 這是大家 自己心裡作個判斷 當然了 第一隻秘密馬 盡力之誠 下次我斷工他不去玩 第二隻秘密馬 第六場 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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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說 遙遙領先 我也希望方家柏今季帶來一些衝擊 看看他能否挑戰冠軍 其實方家柏都有馬在手去衝擊冠軍 因為很簡單 你要針盤 一定要有一兩隻明星馬 贏四五六場頭馬 顯心星馬是其中一隻 至少今季給他三四四場頭馬 會有掛 不會沒有掛 再看看馬防兵力 其實我和大家一起看看馬防兵力 馬匹資料 一起研究一下他還有什麼惡馬 你可以說整個站 達心星這些 又是可能坐兩場頭馬 中芯勇士跑得回又怎樣 那些吸制賽 剩下兩三場跑得回 顯心星 與龍共舞現在要分不止 跳出香港看看 綠色時代 昨天贏完 還有一至兩場頭馬 我看這些又是贏得很可怕 真是 盡著視是令人失望了 再看看 那些安順 剛剛那場來的 是失望一些 但是這些馬應該會越來越討 所以你說 看上去的馬 喂 捉金亡 現在是不是還有五班 不知道跑完那場第二 看看 跑完那場第二 上了四班 四班谷坐了六五零 其實這些馬 所以堅有料也放在這裏 其實很多馬在手 我覺得方家拍 值得留意 應該說不要留意 我覺得可以衝擊一下 和高東來 和許蔡若翰 和呂建威 鬥一下 尤本輝也不知道 尤本輝也不知道 尤本輝也開了 尤本輝也開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給你一個Like 和Share 和分享這段影片 給你的朋友看看 宣傳我的頻道 對於我剛才的分析 有什麼意見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大家討論一下 大家知道 我現在在另一個渠道 都會分享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十五分鐘前 都會說我 二二波馬 餘下集前六飛馬 全靈勢和旗靈動態等等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 如果大家想收到這些訊息 可以在我Facebook page 內窗談賽馬 選訊或傳訊訊息 或者我自頂post留言 我盡快回覆一些 有關於臨場分析的訊息 讓大家看看 看看你們不願意再參與 到最後 希望大家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點讚 按訂閱 訂閱 還有訂閱 還有點鬧鐘 還有新影片 可以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